演员为了快速融入角色 注射了变色龙世纪 开始随心所欲扮演任何角色 明明是一个霸气不羁的混混头子 英俊却演得唯唯怒诺 就在英俊被导演骂了一通之后 他遇到了影帝巴卷 能成为巴卷那样的演员 是英俊心中梦想 可无论经纪人怎么挑角 英俊还是一副我做不到的样子 虽然他是一个靠颜值出道的小鲜肉 但现在这个时代 不会演戏的演员很快就会被人淘汰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经纪人带着英俊来到了变色龙研究所 众所周知 变色龙能够自如地改变身体的颜色 以适应周围的环境 于是研究人员提取了 变色龙变色时分泌的荷尔蒙 发现他们变色时 内心都会变成自己想成为的东西 发现了这个商机之后 一种变色龙注射剂诞生了 只要将这种注射剂打入脑中 幻想自己想成为的角色 就可以暂时地变成角色本人了 听起来十分地适合英俊嘛 于是第二天开工时 英俊一咬牙注射了药剂 在短暂的反应之后 英俊幻想一遍角色的人生历程 接着一刀绿光出现 他果真像是变色龙一样 变成了剧本里的角色 豪放不羁地进入片场 一场寒串淋漓的打戏 一声撕裂人心的怒吼 整个片场的人都为他的演技折服 从此之后 尝到甜头的英俊开始接各种各样的角色 不管角色之间反差多大 他都能轻松胜任 还因此收获了一个女朋友 但要及时效果后 他又变回了原来唯唯诺诺不自信的样子 为了不让女朋友怀疑 他又注射了药剂 立马变回了剧本的样子 渐渐地 他沉浸在注射剂带来的成就感里 以至于研究员都对他发出警告 不能再这么滥用了 但他顾不上这些 下一部戏是和八卷一起演绎的双男主大戏 他一定要好好表现 超越八卷 变得比他还强 于是他一直注射药剂和八卷演戏 但到了最后一场杀青戏时 英俊突然眼前一黑 被导演勒令回家休息 回到家时 以往演过的角色不断地在他眼前出现 他的身体仿佛要撕裂了 研究人员告诉他 不能再注射药剂了 可英俊并不放弃这个机会 一定要好好发挥啊 于是他不但不停下注射 还要了一支最强药剂 到了最后时刻 英俊使用了药剂来到了片场 用超强大的机场震住了八卷 演到激动时还口吐鲜血 完美杀青 但英俊倒地之后就没有再醒来 八卷发现 他是似乎真的当场去世了 众人都喊着叫救护车 经纪人却出场 让大家为英俊送上掌声 英俊完成了自己想成为最强演员的梦想 应该会很开心吧 女友还为他送上了一束鲜花 就在此时 英俊头上一道绿光出现 他真的变成了一只变色龙 惊呆众人 英俊不知道的是 最后一次注射的药剂 已经被女友偷偷地换掉了 最后的呈现是他真正的实力 不自信的他一直被内心的软弱控制 最后变成变色龙 是他滥用注射剂的惩罚 他有注射药剂的勇气 却没有相信自己的勇气 实在是令人唏嘘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每天一部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世界 再次